今天是4月16号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这个点呢 我们发布了第一代Ryzen的评测 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云飞今天就是从这跳下去摔死 也绝对不买AMD任何东西 真香 Ryzen真的很神奇 因为你也已经看到了 去年英特尔为了对抗Ryzen 还把它牙膏壳子里的8代U给提前挤出来了 并且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 这两家也是不断的博弈 不断的竞争 拉低了咱们CPU的价格 如今一颗R7 1800X 只需要2300多元就可以买到了 而英特尔这边有更神奇的散片 也只需要2100多元就可以买到8700K了 所以你即便不是A饭 也可以同样受惠于Ryzen的搅局 不过我们在去年评测中也指出了 第一代Ryzen在各种各样的细节上 还有一些小问题 还有待解决 那么过去了整整一年时间 AMD的Ryzen2代准备了怎么样了呢? 有没有解决之前的那些问题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这次测试的Ryzen2代一共有两款 Ryzen7 2700X和Ryzen5 2600X 我们这次测试的Ryzen2代一共有两款 其中Ryzen7 2700X延续了之前8核16线程的设计 工艺小幅改进到了12nm 全核心加速频率相比1800X提高到了4.0G 但是TDP也小幅升高到了105W 而Ryzen5 2600X也延续了6核12线程的设计 采用12nm制程 全核加速频率同样提升至4.0G 从规格上看 Ryzen2代应该算是Ryzen1代的改进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 Ryzen7 2700X默认标配了一个Ryze Prism幽灵散热器 这个PRISM相比之前的MAX做了一个升级 它把里面的风扇也给换成了RGB的 那么这一下效果就非常骚了 看来AMD也知道科技以灯为本嘛 RGB能给Ryzen带来65%的性能提升呢 你说是吧 那么在开始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吧 主板我们采用了一块华晴的X470Ti 内存我们使用芝奇幻光戟 16G 3200C14套装 37的话为了模拟广大玩家的真实情况 我们统一采用市面上最流行的四热管风轮 也就是九州风神的玄冰400 显卡我们采用公版的GTX1080Ti SSD我们使用微缸的SX7256G版本 电源我们使用了海盗船的HX1000i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最具参考价值的CCD渲染测试 Cinebench R15 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二代Ryzen主要是弥补了单核性能的短板 在提频之后 2700X和2600X的单核性能都已经可以赶上i5 8400了 至于多核那一直都是Ryzen的强项了 2700X默频就能接近1800分的多核分数 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了 接着我们测试了国际象棋 在这一项测试中 2700X的优势就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但是仗着8核的规格依然略强于8700K 同样的 2600X也是凭借着超线程上的优势压了8600K一头 我们还测试了V-Ray Benchmark 看一看这几款处理器的3D渲染性能 2700X相比前一代提升还是比较显著的 而2600X同样有不错的改观 同样偏向多核性能的 还有Handbreak的H.264视频转码 在这一项中 Ryzen也是凭借更多核心数拔得头筹 毕竟要渲染这样多核极正义的项目 早就可以预料到Ryzen的优势了 而CPU-Z作为AMD最具优势的项目 自然不用多说 2700X和2600X肯定是毫无压力了 不过英特尔阵营那边也会有优势项目 比如说Win2AR的解压测试当中 8700K的表现就会比2700X更强一些 而2600X则是和8600K比较相近 至于注重单核性能的Super Pi 那自然就是英特尔的地盘了 目前来说单核方面8700K仍然是难焚敌手的 而在3DMark FireStrike的物理测试中 2700X的表现还算可以 但是最让人惊艳的还是2600X 它的分数已经很接近1800X和8700K了 最后我们通过IDA64的内存与缓存性能测试 来看一看Ryzen2代的内存性能 从内存延迟可以看出来 尽管2700X的内存控制器 仍然不如牙膏厂的i7-8700K 但是相比初代Ryzen已经有所进步了 这一点也从内存支持频率上得到了验证 我们这套平台最高能将内存超频到3600C16 虽然与英特尔最高的5000加的频率还有差距 但是对于Ryzen平台来说 3600已经算是显著提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游戏中的表现 毕竟跑分归跑分嘛 游戏中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 首先是《孤岛惊魂5》 我们开启1080P最高画质 虽然说这个游戏的开头打了一个大大的AMD Logo 但是实际测下来还是8代U更胜一筹 2700X未能战胜i5-8400 不过我们纵向来看的话Ryzen2代相比初代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2000X的表现甚至已经超过了1800X 而在刺客信条起源中我们开启1080P最高画质 Ryzen真的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说实话自从Ryzen诞生以来 我还真的没见过在哪款游戏里Ryzen战胜同级别IU的 起源是第一款 不管怎么说还是先恭喜一下AMD PPT总算是成真了 至于为什么Ryzen能在起源中有那么好的表现呢 主要是因为起源全程开启DeNuvo防破解机制 CPU长期保持满载状态 既然能吃满CPU Ryzen自然就更有优势了 接下来我们在2K分辨率全特效下运行了占地一 帧数方面仍然使英特尔的8代U更胜一筹 但是由于分辨率提高了一档 所以说Ryzen和IU的差距并不大 参测的CPU都能很流畅的运行游戏 不过在GTA5中我们以1080P最高画质运行游戏 Ryzen和8代U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不过正如之前的测试一样 Ryzen2代相比初代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CSGO当中 这款游戏向来在英特尔平台上有比较大的优势 意料之中的Ryzen2代依然败给了8代U 但是可以看出来两款新Ryzen相比初代Ryzen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 总结一下 Ryzen2代在性能方面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 不仅在传统优势的多核项目中保持领先 在初代Ryzen的弱项IPC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改进 虽然大多数的游戏仍然是英特尔的地盘 但是我们也能看出AMD这次的努力 超频一直是Ryzen的短板 这主要是受制于GF的工艺 其实Ryzen在架构层面上已经战胜了英特尔的Hazwell 也就是4代Cureate水平 说实话已经非常强劲了 怎奈有GF这么一个猪队友在14nm工艺 做的还没人家牙膏厂的22nm好 真的是很让人头疼啊 那么Ryzen2代的工艺小幅升级到了12nm 实测分冷超频极限从初代的4.1上升到了4.3 再往上就不稳定了 而我们手上的这颗2700X稳定4.3G的电压高达1.5V 看得出相比牙膏厂动不动上5G Ryzen2代的超频依然是有些不太理想吧 当然这也没办法 毕竟工艺所限嘛 什么时候AMD能够用上英特尔的产线来照CPU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在超频到4.3之后 我们的R15得分也来到了1929分 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这次会测试两个考机项目 一个是平时都会测的IW4FPU 另一个是Linx 同时测两种考机的目的主要是因为英特尔的处理器 在调用AVX的情况下功耗会暴增 而Ryzen在调用AVX的情况下 功耗反而可能比平时普通的满载还要再低一些 那么FPU的测试调用的正是AVX的指令机 所以FPU的测试可能和我们平时一般的满载会有比较大的出入 所以说我们就AVX非AVX两种情况都来测一下好了 在FPU中Ryzen的情况还算不错 尽管2700X的TDP有所提升 但是得益于AMD的千焊导热 其发热相比8700K还是要低了不少的 功耗方面2700X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也就和1800X差不多 看来工艺上的改进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不过在Linx考机中 IU由于不再调用AVX指令机了 发热量显著降低 那么这个时候IA2加的温度表现就差不多了 而由于Linx测试 将Ryzen的全部性能发挥出来了 所以说功耗相比FPU更加的恐怖 当然了我们测的是整机功耗 所以不光是CPU 芯片组的功耗也会带来一些差距 总的来说 在不调用AVX的情况下 Ryzen的发热相比8代U是半斤八两的 但是在调用AVX的应用 比如说像视频转码中 Intel的发热直接就上天了 这个时候Ryzen还是比较凉快的 至于功耗受制于工艺 Ryzen并不能做到非常完美 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最后还是要提一下价格 Ryzen 7 2700X的售价是2699元 而Ryzen 5 2600X的售价是1799元 比起去年的首发确实要低一些 但是理性一点讲 我觉得并不便宜 毕竟我开头已经说过了 如今的一颗1800X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降价 已经跌破2300了 隔壁的牙膏厂甚至还有像散片这样神奇的东西 8700K也就2100出头 甚至如果你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 花1900买一颗1700再超频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样看下来2代Ryzen的定价顶多算是合理吧 还没有到非常划算的程度 当然如果你在看我们评测之前就已经预定了2代Ryzen 那么恭喜你 首发的福利还是非常不错的 50元现金比200元 再送100元一卡 相当于2450元买到270X 还算比较划算吧 总的来说 2代Ryzen就是初代Ryzen的一个改良版本 很多之前的短板比如内存控制器工艺还有频率 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这样的结果就是Ryzen2代的IPC有了可见的提升 不仅继续在多核应用中压制牙膏厂 在之前不太擅长的游戏中如今也能赶上牙膏厂的脚步了 唯一一个小遗憾是这次的首发定价 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大的惊喜 我也是推荐大家在观望观望 根据初代Ryzen的情况来看 再过三个月 你们应该就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2700X和2600X了 这样一来还是比较不错的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Ryzen2代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一个点 然后点一下收藏 然后点一下我们的关注 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顺便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极客湾官博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